一名善人生的典型代表,47岁下海经商,仅由20万元启动资金就创办了一个大型民族企业,他就是立番创始人尹明善,一个身上永远带有传奇色彩的男子。 20岁时,人生轨迹被改变,此后成为大器晚成代表,少年天资聪慧,青年才华显露,中年命运多舛,老年功成名就。 应该以民善人生历程的真实写照,1938年,以民善出生于重庆,12岁时的他和人借了五脚钱作为本金,然后就做起了货蛋狼,开始在乡下卖针线,一年下来就赚了十几块,这笔钱在当时算是不小的收入。 后来他考入重庆第一中学,学习成绩优异,有着丰富的课余生活,曾经还担任过彼此队的教练,不过他的人生轨迹在20岁时被改变了。 这之后,以民善的标签就成了大器晚成。 那年,以民善被进入了劳改农场,在里面一待就是20年。 这20年里,以民善跟一些老教授学了英语以及经济学的知识。 到了1979年的时候,以民善已经41岁了,凭借出色的英语水平,他先后做过英语资料议员和教师。 47岁下海经商,用20万走上创业路。 1982年,以民善成为某出版社专职编辑,积累了三年出版社经验后,他正式下海,创办了重庆长江书刊公司,成为了当时重庆最早的书商。 那年,以民善47岁,其主编的从书销量达3000万册,这是他下海后的第一统金。 三年后,他成为重庆最大的私人书商,然而几年之后,已在出版业大获成功的以民善,却选择了退出。 他认为,尽管当时这个行业活跃异常,但已是一眼见底,以民善退出的行动异常干脆。 据其自述,当时有整整一仓库的书还没有收完,不过被他直接拉到废品收购站卖掉了。 撞到创业后的第一统金,以民善又开办过摩托车修理铺,并于1992年,不顾家人的坚决反对,拿出之前做生意时攒下的20万元,投资于摩托车发动机的研究,创办了重庆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。 从此以民善拉开了利凡集团的商业帝国序幕。 利凡乘摩托帮的领头羊,62岁的以民善呈重庆首富,通过从当地购买配件组装摩托车,轰达赚到第一个500万。 1995年,轰达开发出我国第一台100毫升电起发动机,一年卖出50万台,赚到了一个小目标。 经过14年的发展之后,利凡逐渐成为我国摩托车行业的领军者,甚至拿下了摩托车出口的冠军。 值得一提的是,利凡在2000年时以5580万的价格收购过一个足球俱乐部,俱乐部当年一举夺得足鞋杯冠军,使得利凡被更多人所熟知。 此外,由于当时重庆有不少摩托车企业,所以以民善想要带领利凡突出重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 从组装别人的摩托车发动机,到设计自己的关键零件,甚至砸下150万搞技术开发,再到出口海外。 凭借创新出口信誉三大关键点,利凡才逐渐成为摩托帮的领头羊。 同时,以民善的财富也如同滚雪球般,增长到5.2亿英镑。 2000年,以民善被列入福布斯中国百强富豪榜,以62岁的年纪问顶重庆首富。 利凡在上交所挂牌上市,以民善再次问顶重庆首富。 到2003年时,利凡摩托已经是我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商,也是在这一年以民善决定进入汽车行业。 由于没有准生证,所以想挂靠大型汽车集团,但未能如愿,后来利凡想到了收购。 开始时收购了重庆客车总厂55%的股份,但由于体制问题,工作不好开展而快速退出。 一年后又收购了重庆专用汽车制造厂80%的股份,后增至95%,利凡由此获得了商用车生产资质。 先后推出了多款产品,并一度排名商用车销量网前十,中卡销量冠军。 2005年,利凡终于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轿车准声证。 2010年11月,利凡在上交所上市,成为中国首家A股上市的民营乘用车企业。 当时公司市值一度冲到了300多亿元,引民善家族的账面资产也随之超过了110亿元。 当时,72岁的引民善顺利借此问底当年的重庆首富。 2011年4月,随着第一款SUV的上市,利凡的年销数量终于有了较大的突破,达到12.4万辆。 此后6年,汽车年销量都在10万辆以上。 引民善开始放权,引安尼成下任接班人。 从2014年开始,利凡几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,每年都会亏损数亿元,而且高管更是接连出走。 此时的利凡集团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。 2017年,引民善宣布退休,将交接棒交给职业经理人,不过利凡汽车销量仍旧下跌,资金链也开始断裂。 面对这样的情况,引民善不得不重新出山,然而还是时不时会出现集团即将倒闭的传闻。 目前,利凡最主要面临的困境是,没有真正实现转型,以及缺乏一个更好的领头人。 2020年4月,82岁高龄的引民善将一博传给了25岁的长孙女引安尼,希望他能带领一凡走出困境。 这对利凡来说将是一个新的开始。 回顾引民善的一生,他的前半生充满了跌宕起伏,不过尽管命运十分坎坷,可他从未向命运屈服过,反而选择不断斗争, 就像他曾经说的那样,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中人,受得屈中虚,方为人上人。